会像天母 王子 这样很麻烦 天母会加持 法会功德 会像土地公 家家的地基主 家家户户 所有人类 所有动物 及其冤亲在主 有行无行 所有有情众生 同享伐喜 同享快乐 这三个字 各位还是要背 这个 代表 每一个佛的身口意 所做的善业 加持我们 也代表什么呢 所有众生的身口意的痛苦 不好的 得到净化 所以也代表 把自己的身口意 所做的善事 布施给对方 恩啊 就像你口袋也五千块 都给你 恩啊 而且这恩啊 三字 莲花生大师特别说 让这个人 不会下地狱 做恶鬼 做动物 让这个人 内心的 贪嗣吃 身口意的业障 痛痛消除 叫恩啊 而且念这三个字 当你布施一块面包 给他的时候 这个面包变成很清净 无量无边 所有众生都吃到好的面包 而且这个面包变成一种甘露 他就不生病了 他就超度了 叫 哄 所以这恩啊哄 如果狭义来说 就代表 毗卢尊那佛的加持 阿弥陀佛的加持 不动佛的加持 叫恩啊哄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是佛教的精髓 叫三字 总持一切 不嫌妄如来的加持 但是 如果你了解越多 当你在念的时候 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在各地方 成立佛教 布罗蜜免费书局 我就用这三个字 恩啊哄书局 他们都问我为什么 我说那三个字贴在那边 晚上点个灯 白天人家看过 就够不得了 因为这个叫来 见即解脱 恩啊哄 那像我们 生命电视台 也是要讲过 你又在看不 上面用一个 右上角用一个 白色的哈利子 叫西字 这个代表什么 来 观音的心 阿弥陀佛的心 地藏菩萨的心 这是他们很多佛 共用这一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代表 这个佛的 这个功德 那就是说 你电视打开 都没你看 没关系 但是那个光 就会照你 所以我们中国人 古时候的 每一间寺庙 都会贴在 最高 最明显的 大殿前面 这个我们叫哈利子 但是现在已经 久了就失传了 失传了 但是现在各位 慢慢回复 重要的地方 就把这个字 写在上面 这个代表 诸佛的种子 只合在一起了 也是种 它自然就会放光 所以你哪 要下这些离 看着水 给下这 看着米 给下这 看着面包 给下这 让它融入 所以各位养成 这个习惯 像那一天 他们请我去 吃素食 下面是面包店 那我就去绕一圈 这边这是瘦的 那边肉 我是去念翁 然后那时候 吃鸡解脱 吃鸡解脱 所以希望他们 因为你要借油 跟他们结缘 然后当然 如果上面 真的有这些鸡蛋 它也得到超度 对不对 希望他们吃的人 得到一个正面的 而没有负面的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 我们了解五常 就是说 生命是很快就会过去的 刹那刹那 但是 如果 谢谢两位理长 阿弥陀佛 一切顺利 谢谢 多谢您 這樣工地很大 冠生沒辦法把它掛 不得了 有得到加持 好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 所聽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达到無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我是魯尊藝醫師 COVID-19病毒的團嚴力進行 煮以風車是以風感染 偏偏當前最有效的方法 提醒你 車在身體狀況穩定的時候 來煮以風車 煮好了之後 車路在現場休息 觀察15分鐘 如果你是否因為煮以風車 或是治療性的住車 發生過急性的貴賓團營 就要留在現場觀察 至少30分鐘 住車後如果一直發燒超過48分鐘 或是明顯的貴賓團營 或是在住車後28天以來 出現嚴重的一直頭痛 穿開困難 腳腿痙痛 皮膚出現的壞點 請你要隨機看醫生 也跟醫生說有煮過COVID-19的以風車 煮過以風車後 也要繼續健康的洗手 掛睡安 那邊睡覺 開始做好風力的措施 讓我們大家一起打招 祝你我的健康 接下來請收看 愛顧生命卡通動畫系列 都是貪吃熱的貨 家住遼寧省瀋陽市的丁小姐 接觸佛法已有十幾年 平時除了吃摘念佛外 還經常會買一些動物去放生 邻居們很難理解丁小姐學佛 放生的種種行為 尤其是陶小姐 對丁小姐的行為總有些許意見 丁姐你要出去 是啊 是啊 我要去市場買幾條魚放生 丁姐剛說 她要去市場買魚做什麼 放生啊 丁姐這人有點奇怪 信佛放生還不吃婚 也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 嗯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吧 我看她就是個怪人 她經常一見到我 就跟我說什麼因果報應啦 不要殺生了 聽久了真的很煩 哈哈 是嗎 她也經常這樣對我說呢 哦 是嗎 不瞎你說 我非常喜歡吃雞肉 經常買雞回來殺了吃 可是一旦被丁姐看見 她就又會長篇大論一番 趁她現在不在 我要去買隻雞回來吃 好的 快去吧 桃小姐這人最喜歡吃的就是雞肉了 她經常買活雞回家 親自宰殺及烹煮 該死 她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看來又要聽她說叫了 真是煩死人了 小桃你又去市場買雞藥殺來吃啊 是啊 丁姐 燉雞湯可是我的拿手好菜 等一下我端一碗讓你嚐嚐 哎呀 你忘了 我是吃素的嗎 呵呵呵 你看我這記性 那丁姐你忙 我還要回去煮雞湯呢 小桃你別殺這隻雞好嗎 丁姐你不用說了 你不吃婚我也沒硬逼著你吃 希望你也別逼著我跟你一起吃素 小桃我不是在逼你 我是為你好啊 要知道殺生可是極大的罪业 會遭到果報的 丁姐我是不相信什麼報應的 你看我什麼都吃 一點事也沒有 而你整天吃摘念佛 但你的老公卻有嚴重的關節炎 我看因果報應也並不怎麼可信嘛 唉 桃小姐的口腹之欲越來越大 幾乎每隔三四天 便會買一隻雞殺來吃 幾個月後 桃小姐突然得了一種怪病 啊 這是 這是怎麼回事 她開始不停地掉頭髮 而且頭皮疼痛不已 去了很多醫院也查不出病因 好痛 好痛 怎麼會這樣呢 桃小姐 你的病症實在有點奇怪 照理說 普通的掉髮 是不可能會讓頭皮出血的呀 可是每當我掉頭髮的時候 頭皮就會非常痛 好像是被人 硬生生的 將頭髮扯下來似的 唉 桃小姐 這病我實在是無能為力 我看 你還是去大醫院 做更精密的檢查吧 丁小姐聽說桃小姐的病情後 便到她家去探望她 並向她解釋 她的病其實是因殺生而遭到的果報 丁姐 你說我怎麼這麼倒霉啊 竟然得了這種怪病 真是讓我痛不欲生啊 小桃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這是因為殺生而遭到的果報 你會不會信呢 丁姐 我的病 醫生都診斷不出病因了 你怎麼會說是果報呢 你難道沒想過嗎 你殺雞拔毛的時候 被拔到羽毛的雞 跟你現在的樣子 是不是很像 啊 難道真的是因為果報嗎 是啊 心善得善報 作惡得惡報 這些年來 你為了滿足自己的口欲 而殺掉了許多隻雞 這是多大的罪业啊 啊 真的是這樣嗎 是的 你不是說我一直吃齋念佛 可是為什麼我老公 卻有嚴重的風食病嗎 那我現在告訴你 那也是因為因果報應 啊 我老公他不信佛 而且年輕的時候 非常喜歡殺生吃肉 老婆 你看我抓到了什麼 是斑鯛啊 是啊 今天中午我們就吃烤斑鯛吧 你想吃的話 就自己去殺 我再烤給你吃 你知道 我是不殺生吃荤的 嗯 好吧 我年輕的時候已經開始學佛 但理解的並不透彻 以為只要我不殺生 不吃肉就可以了 嗯 好香啊 老婆 你要不要吃吃看烤斑鯛 真的很好吃的 你自己吃吧 我是不會吃的 我老公無法抗拒任何的美食 因此他買過各種的魚來煎炒烹炸 其作法花樣百出 有時也會自己去釣魚回來吃 還抓過小鸟 殺死後用火烤著吃 就連田裡的蟋蟀也不放過 你要抓來炸了吃 你呀 真是沒有你不吃的東西啊 竟然連蟋蟀都吃 老婆 蟋蟀吃起來酥酥脆脆的呢 我老公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做了很多殺生的事情 而我卻從沒有制止過他 還以為自己學佛吃素 便能夠替他抵消罪业 結果我大錯特錯 見他殺生 我不僅沒有阻止 竟然還幫他烹煮 這也是殺生 也是罪惡 終於火爆降臨到我們倆身上 哎呀 我的手臂怎麼這麼痛啊 這是怎麼了 老婆 你有好點了嗎 沒有 我的腿好痛哦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倆怎麼會同時生病了呢 我們趕快去看醫生吧 可是我們去醫院檢查也像你一樣 醫生根本找不出病因為何 啊 那一陣子我們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 多虧了一位學佛的師姐 她得知我們的情況後 便來向我們說明這其中的緣由 這幾天你們的病有好點了嗎 沒有啊 吃了好多止痛藥也沒效 醫生也查不出病因 你們想過沒有 你們這不是普通的生病 而是遭到了果爆 啊 遭到了果爆 怎麼回事 我們怎麼會遭到果爆啊 唉 這一切都是因你們平時殺生而起的 可是只有我殺生吃肉啊 我老婆她一直都是吃摘念佛的 怎麼會連她也遭到果爆呢 是啊 我每天吃摘念佛 這應該能幫我老公化解罪業的 怎麼會遭到果爆呢 殺生是極大的罪業 怎麼可能化解呢 還有你 你明知殺生的罪業深重 卻縱容丈夫還幫她烹煮那些生靈 這也是在殺生啊 從那之後我和老公便不再殺生吃肉 並且經常買一些動物來放生 漸漸的我們的身體就恢復了健康 咦 可是你老公怎麼會有那麼嚴重的關節炎呢 唉 那時我們倆都在佛祖面前發誓 從今往後再也不殺生吃肉 可是有一次我老公忍不住嘴馋 偷吃了一碗排骨湯 結果從那之後 她全身上下的骨頭就經常酸痛 啊 原來是這樣啊 是啊 所以因果報應 絲毫不爽 過去犯下的罪業 不是隨隨便便 就能一筆勾銷的 而是要發自內心的 向這些被傷害的眾生忏悔 並且從今以後不再殺生 多多的放生互生 這樣才能廣積善果啊 嗯 我知道了 聽了丁小姐的勸導後 陶小姐痛改前非 她開始吃摘滅佛 並和丁小姐一起去買生林放生 過沒多久 她的頭髮便漸漸長出來了 你看 自從你行善放生後 你的頭髮一天比一天多了 是啊 經歷了這件事後 我總算是知道了 為了口譽而殺生吃肉 終究是會得到果報的 發願戒殺死裡逃生 經營木材生 經營木材生意的王老闆 我要兩箱魚 還有這箱蝦也幫我一起放上車吧 好的 小林 快來把這兩箱活魚和一箱活蝦搬到王老闆車上 好的老闆 王老闆 王老闆慢走啊 下次再來哦 嗯 好的 這位王老闆可真是有錢啊 每次一來都買那麼多的魚蝦 是啊 我想這位王老闆一定非常喜歡吃海鮮吧 哈哈哈哈 那你們就錯了 這位王老闆是吃素的 吃素 那他怎麼會買那麼多魚蝦呢 是啊 而且他幾乎每個星期都會來 要是不吃的話 那他買那麼多魚蝦做什麼啊 他是買回去放生的 啊 放生 老闆 你是說王老闆將那些魚蝦買回去後 全部放掉了 是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啊 我也不知道 聽說他這樣做已經很多年了 王老闆曾經邀朋友一起去放生 他的朋友好奇地向他詢問 為何會經常放生的緣由 王大哥 你每次放生這麼多魚蝦 可要花不少錢呢 是啊 但是和他們的生命比起來 這點錢不算什麼的 王大哥 我一直想不通 是什麼原因 讓你每個星期都會購買生靈進行放生呢 不瞞你說 過去我也是殺生吃肉的 我年輕的時候 經常去山裡選購木料 深山裡自然有很多的山產野味 那時候 什麼野兔山雞呢 我通通都吃過 來來王老闆 嚐一嚐我們這裡的野味 蘿蔔燉野兔 還有這烤山雞的味道 可是非常鮮美的喔 真好吃 這真是難得的美味啊 王老闆要是喜歡 走的時候就帶一些回家 別的東西我不敢說 但野味和木材 我們這裡多的是 那真是太謝謝你了 那幾年被我吃掉的野味非常多 當時有一位阿姨 勸我不要再殺生吃肉 但是我卻把她的話 當成耳邊風 年輕人 這野兔是你打死的嗎 不是 是朋友送給我吃的 年輕人 我勸你以後還是不要吃這些東西了 為什麼啊 這些野味很好吃的 可是為了滿足你的口腹之欲 卻讓他們失去了生命 這樣做你不覺得太殘忍了嗎 怎麼會呢 山雞野兔被吃掉很正常嘛 你這麼做可是殺生啊 是會遭到報應的 哼 吃野味的人那麼多 怎麼也沒見他們遭到報應呢 阿姨 我不相信 這個世界會有什麼因果報應的 唉 那位阿姨的話 我根本沒放在心上 依舊繼續吃著野味 終於 果報降臨到了我頭上 那一天 我獨自一人上山 卻在山林裡迷了路 咦 這是哪裡 我好像走錯地方了 該死 我該不會迷路了嗎 阿 這 這是怎麼回事 真該死 走了這麼久 我竟然一直在這裡繞圈子 怎麼辦 這下該怎麼辦才好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 更大的危險來臨了 一隻大黑熊發現了我 並對我發動攻擊 我的媽呀 好大的一隻熊 我死定了 竟然在這裡遇到了熊 我見那隻熊衝了過來 便拼命地往前跑 結果跑到了一條河邊 前面是滔滔河水 後面是追來的大熊 當時我想 難不成 這是上天對我殺生的懲罰嗎 糟了 沒路了 看來今天是死路一條了 難道這是我吃野味的果報嗎 我吃掉了那麼多的野味 今天輪到我葬身熊口了 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啊 河水又深又湍結 涉水肯定會被淹死的 但黑熊離我越來越近 不下水也是得死 就在這個時候 我全程地向天發誓 以後再也不會殺害生命了 菩薩 我發誓 從今以後我一定借殺吃素 請饒我一命吧 說來也真奇怪 我剛剛發完誓後 河裡就有根木頭 從上游飄了過來 我趕緊跳上去 借助木頭的福利 渡過了河 順利脫險 太好了 有木頭 今天真是好險啊 看來果真是有因果報應的 從今以後 我可真的不能再殺生了 從那以後 我便不再吃山林裡的野味 有時還會花錢 將它們從伐木工人手裡買來放生 哎呀 王老闆 要回去了嗎 是啊 貨都齐了 得趕回去了 吃完飯再走嘛 你看 我剛抓了一隻野兔 等一下 我把它燉了 我們好好喝兩杯 這隻兔子 你賣給我吧 怎麼 你想帶回家吃嗎 那就送給你好了 不是 我想將它放生 而且我現在 已經不再殺生吃肉了 你說你以後不吃野味了 你想把這隻兔子放走 是啊 你能賣給我嗎 依我們倆的交情 就別提什麼賣不賣了 送你了 你想怎麼處理它都行 真是太感謝你了 兔子 走吧 以後小心點 別再被人抓到了 那隻兔子 仿佛能聽懂我的話 我放了它後 它竟然沒有立刻逃走 而是跑到我的腳邊 輕輕地用鼻子磨蹭著我 像是對我表示感謝 天啊 它這是在 謝謝你的救命之恩嗎 這真是 太不可思議了 世間萬物 真的都有靈性的 王老闆 我說了 這隻兔子是送給你的 更何況 就算要買 也用不了這麼多錢啊 不是的 這些錢你先拿著 如果你看見有人抓到小動物的話 就幫我出錢買下來放生吧 王老闆 究竟是什麼原因 讓你有如此大的轉變呢 我上次在山裡迷路遇到熊時發過怨 只要能活下了 以後就不再殺生 沒想到真的活著回來了 我怎麼能不遵守自己的諾言呢 原來如此啊 事情就是這樣的 我過去肆意殺生吃肉 所以得到了報應 差點就死在山裡 還好我及時悔改 並前程發願 這才得以活命 由此可見 因果報應真實存在 所以我現在才會經常來放生 真是沒想到 你還有一段這麼奇特的經歷 王大哥 你現在能如此生意興隆 才圓廣盡 我想 這也是你戒殺放生 而擊下的善果呀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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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生胎兒 地藏菩薩書神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成一億倍 生命電視雲林觀音講堂 舉辦三十系列 暨慈悲詩實法會 恭請管護法師祖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 上午9點開始 地點雲林觀音講堂 雲林縣胡偉鎮新南裡 足為六十之三號 李斯特加油站後面 電話056331565 056331565 敬請與惠菩薩做好防護措施 並保持社交距離 上午8點半 斗南火車站前 備有接駁車 生命電視雲林觀音講堂舉辦 楊黃寶燦即魚茄燕口